把这一年来学的东西 用了自己的语言去概括 所以老师告诉你们 学习是一个什么过程 是一个首先听 其次就是吸收 把老师讲的东西吸收 再有最关键的就是吸收了以后 要经过自己的大脑去思考 去思考的过程 这个思考很重要 比如说像如果我们学完了以后 我们对自己的知识文化 我们没有一个总结 我们好像似乎我们懂 但实际上我们又还不是完全懂 所以在总结这个过程中 回味过去所学的东西 实际上就像我们写一篇作文一样 在这个结尾要有一个点拨 要有一个提拔 我们知道我们学到了什么 我们还差什么 将来我们后面我们将要做什么 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 所以往下你们 对你们这两个孩子呢 同样的还是两条路往前走 第一 做人这条路 做人还是离不开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如果下个学期 我们还要 如果下学期陈老师有缘 还继续跟你们上课 老师还要讲三字经给你们 这是一个 其实第二个 还是要从我们写作 就是瑞典人叫做 Lessaforstor 就是写作阅读这一块 去理解 当我们很会写作文了 我们看人家写的文章 我们就容易理解 同样的 当我们看别人的东西 容易的时候 我们也就掌握了它其中 是怎么学习的 怎么写作的 所以这学习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总的来说 学海无边 学海无边 你们必须要通过学习中文 达到一个阅读 理解其他各门功课的 这种培养自身阅读的能力 这是一个目的 其实第二个目的 通过学习中文 打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 这一扇窗口 同样的 通过学习中文 打开世界的平台 学会通过中文 去了解世界 同样的 还是一个 通过学习中文 去学会 运用学习的法则 去贯通于 你们未来所学的任何一门理论 任何一个科目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 不要仅仅看说学中文 学中文不仅仅是学那几个字 不是那几个字 这么简单 而是 通过学习那几个字 掌握这几个字 背后的 在black code 背后的文化 传统 习惯 习俗 以及写作的能力 思维的 思考的能力 这些真的不容易 所以 老师希望你们在 课后 或者说在这个 放假这一段时间 继续的去把你们 后边的那一篇 那一本课文 把它全部都读好 读会 然后 学会 最好是每一篇课文 读后感 特别是后面 有个阅读课文 把它学会了 然后 拿那篇课文 来写一篇读后感 那么怎么去写 有两个方法 老师告诉过你们 第一个 你们可以模仿 按照他们的来写 比如说像上次 我们写的 点金术 这个 我要求你们怎么样 点压术 点码术 点额术 点基术 等等都可以写 但是学会他们的量的一种写作 写作的方法 这是一个 其实第二个 你们可以写自己的感受 你读了以后有什么感受 像精卫填海 精卫填海 为什么它成为一个 谚语或者说一个成语 我们经常要用 我们学会 你看一个鸟 它永远不可能把大海填平 一个很小的鸟 跟一个大海 一个小的动物 跟一个大海 放在一起 它永远都是不可比的 可是一个小小的鸟 它居然有个小小的牙打 这个心那么小 可是它的心 却比大海还要大 它有这种战胜大海的决心和勇气 在这一点上 你看 一个鸟那么小 一个大海那么大 完全全是不可能 把这个大海填平 可是它的心 心是什么 那就是精神的力量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精神的力量 是很强大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做 做好自己 要对自己有信心 要有目的 像这个 贝贝 你呢 目的将来 你说你要做个外科医生 乐乐你现在还没有 可是我希望你尽快地找到 找准你的人生的目标 朝这个目标去奋斗 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 就像金卫一样 就像那个鸟一样 那个金卫一样 它的目标就是 它把那个大海填平 你的目标是什么 贝贝的目标就是 我一定要将来 我要当个外科医生 我一定要把我的功课 做得很好 这就是它的目标 它的目标 所以人 活在世上每一天 必须要有自己的目标 这叫做有价值 名是Mickey Webb 这个叫做有价值 所以呢 还是那 那凡可福那一句话 学海无边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传统的文化 告诉我们怎么做人 学会写作文 阅读课文 告诉我们如何学习 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 这两条路 好吗 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 然后呢 节假日呢 祝你们愉快 愉快的同时 希望你们不要忘记 刚才老师说的 把后面的课文看好来 把它写好 把它阅读好 好吗 然后这个妈妈有什么话要说 没有什么话说 我全程都在听 孩子们确实进步是非常大 谢谢您啊 陈老师 这是我应该的 这是我应该的 这个孩子们的成长 也离不开你这个妈妈的教导 我一开始我就跟他们说 妈妈或者说父母的高度 就决定了孩子的教育的高度 这话我之前就说过的 所以呢 这个你们要感谢你们的父母亲 再 要想妈妈 对了 花那么多钱 给你们去找老师学中文 然后真的 你看 贝贝你就没说这句话吧 乐乐都说了 谢谢妈妈 就是 所以就说要听父母的话 一定一定要听父母的话 不是说 父母的话叫做言听计从 不是说言听计从 什么叫言听 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听 但是你首先要听 然后你再去思考 然后如果你有不对 你再去跟老师 跟这个父母叫做 就是你再去跟他讨论 但是你首先得听 明白吗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然后看看黄校长 还有什么话说 其实我没有什么想说的 但是我听完这个课之后 我觉得还是 还是有些感动的 就是觉得陈老师 你教的这两个学生 真的挺优秀的 然后真的 真的感觉到他们的这种 当然我不清楚之前的他们的中文水平 当然现在通过他们的这个演讲 我真的感觉到他们的这种 对中文的这种驾驭能力还是挺强的 我不清楚你们在国内生活过 可能没有生活过 是吧 然后完全是在一个这种西方的文化的这种大环境里面 然后业余的来学习中文 但是就是也是你们不断的这种努力 然后日积月美 然后能够把中文学到这个水平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然后你们的这种总结 然后就是总结了这个做人 然后包括你们学的这种成语 还有一些关于中国的历史 传统 还有地理 我觉得其实你们现在可能感觉不到他们的重要 然后你们也没有感觉到他们有用的地方 但是可能将来在某一天 你们学的这个东西的某一句话 会给你们一些鼓励 就是你知道 就是你们 就是才刚刚十几岁 就是在将来你们还有 可能过十年之后 二十几岁 然后三十几岁 你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你都会经历不同的就是人啊 会经历不同的人 也会经历不同的事 然后你们会慢慢的就是去认识呀 认识你经历的这些东西 比如经历的一些人 你会逐渐的加深 到底该怎么好好的待人 好好的做事 然后让你感觉到快乐 或者感觉到这种内心的这种平静呀 就是就是很多很多的东西 你们可能经历了之后 然后你再回过来 就是回到你们现在学的东西里面 你们会发现这里面 陈老师家的东西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他们会给你们 就是在这在以后经历的东西 经历的这些东西中 这种鼓励我觉得是吧 然后会给你们一些力量 这就是这就是我觉得学中文的 学中文的就是你们看不到的一种目的 但将来肯定会对你们人生 有这种有这种帮助 对不对陈老师 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女人首先要遇自己 就是说一个老师你要去教学生 你首先这个老师你要懂这个道理 或者说你认为这个道理是好的 或者你展示给学生 一定是你成功的这种想法 这就是我作为老师 我之所以觉得这些东西很好 如果你们下个学期 还有缘跟你们在一起 我可能还会去更深入的 讲一些道德经里面的内容 因为这里边太多那些哲学的思想 太多的那些人生的道理和促事的原则 太多如果你们学会了 你们能够把这些道德经里面 所讲的道理学到了 然后再拿来运用 将来对于你们一辈子的人生 哪怕就到了我陈老师这个时候 这个60岁这个时候 这个年龄端都是非常有用的 你们都会从中后的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 精神的力量 这个就是道德经里面说的大 同样的下个学期 如果我还有缘给你们作为现场教学 我一定让你们把这首中文字写好 因为写中文字里边也蕴含着很多 比如说气功的道理 又比如说中文字里边的哲学的道理 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道理 所以我们的中文 我们为什么有书法 我们的中文的书法里边 它蕴含着实际上也是一个道字 那就是自然的道 这个自然的道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看的 摸得着的生活的规律 就是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生活规律 但这东西我们看不见摸不着 所以呢 它也蕴含着很多的力量在里边 这是因为看不见摸不着 而且它又存在 它又每时每刻都依附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经常去感触它 但我们似乎又 我们知道它存在 我们又把握不准 而我们似乎看见它 但实际上我们眼睛又真的看不见它 这种东西那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在左右着我们的视线 在左右着我们的人生 这是非常之关键的 我们必须要去认识和把握 好吗 我不知道我这么讲 你们能听得懂吗 因为还是有点深奥 听得懂吗 贝贝 大概有点 不是很懂 那我简单来说 就告诉你们 就是说下个学期 如果说老师还给你们上课 那么呢 我就会告诉你们怎么写 把中文字写好 然后呢 这个中文字 为什么也一定要把这个中文字写好 因为它里边有很多的 philosophy philosophy 是miki philosophy 知道吗 哲学 哲学的道理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写我们的中文 这个书法的问题 明白吗 然后呢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还想讲一些 继续讲一些 关于道德经里面的内容 这个道德经的内容呢 就是一种自然的法则 这种自然的 这种自然的法则 这种自然的法则 像太阳出生 下降 还有呢 这个水 从高处往低处流 然后呢 还有 很多人一定要 为什么 道德经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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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阿姨 我一下想 想不想 叫 我一下想 我叫做弱 就是示弱 然后呢 你才能够显得出刚强 这个叫 柔弱胜刚强 柔弱胜刚强 这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道理 但实际上我们很多人 我们并不懂的这个道理 我们就觉得 你强 我比你更强 比如说像现在打仗 对吧 俄罗斯 我就要政府你 好 这个乌克兰说 我就不怕你 好 美国说 我支持你 这就叫强对强 最后 绝对是毁灭 两边都不得好 甚至于在他周边的国家 全部投化 所以这场战争 把整个 世界的经济 现在往下滑 所以战争 给人们带来的 不是说 你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 就你这两个国家受损 不是的 整个世界 甚至于整个地球 都会灭 都会灭 这样的一种 很非常恐怖的 这样的一种事实 但实际上 国外西方人 他不 他不主张 他也不懂这个道理 而这几千年以前 老子就跟我们说了 柔弱胜刚强 你这个人一软 比如说你现在 乌克兰扶一个软 对了 我呢 就怎么怎么样 我们坐下来好好谈 你扶个软 整个世界格局 就一下子就变了 这叫做柔弱胜刚强 也许他一软了 实际上对于他这个国家来说 他把整个世界的格局一软 人家还会像过去一样去同情他 可是他现在还在继续强 还在继续强 那么这么强的背后 最后就是毁灭 真的是毁灭的 所以我们几千年以前 老子的那个道的理论 非常非常非常深 也非常非常管用 只是说我们 现在我们很多的后人 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些东西 甚至于我们都 对于这些古人的东西 我们都翘子以鼻 根本就看不起 我们这老东西 这老家伙的东西 一点又没有 实际上真的非常管用 现代的人已经变来变去 变得乱七八糟 根本搞不清 所以像你们现在还小 你们才十多岁吧 你们有缘去 解释到这些东西 对你们人生非常有用 我刚才说的 就说到这里了 然后 陈老师 下学期间收我做学生吧 我也想你来教育教育 是不是 那你跟宝昌说呗 就是要宝昌 开一个 叫我们讲授道德经的理论 然后怎么去做母亲 怎么做妻子 怎么做 怎么说呢 怎么去面对那些灾难 其实我们每个人 活在世上都会遇到很多的灾难 看在浴室的面前 应该怎么 应该用一种什么胸怀 去面对这些东西 冷静的处理 《道德经》里面都讲了很多 你怎么会想到要成为我的学生 我哪敢教你这么优秀的学生 您确实是教得非常好 很有水平 我的孩子也在这儿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谢谢你 我谢谢你这两个孩子 因为怎么说呢 我对于中国的 之前我在国内 我教很多的哲学的理论 但是怎么去 对于《道德经》这个地质规 我说实在 因为在我们学校里面没有这个课程 我们必须按照这个书本去走 但是我对这些理论 我是自己学的比较多 我是喜欢的 所以你的这两个孩子 也是我第一次跟他们上这些课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在这里西方 对于 在瑞典 对于做人怎么去做 他们过去都是最从的那个 基督理论 基督教 因为我们的瑞典的学校 最早就是教堂 基督教堂 搬起来的学校 所以他们最从的就是基督理论 后来现在外来移民多了 之前他们都有那个基督理论 怎么做人 怎么sneil 怎么怎么样 然后healty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课程 把它取消了 因为他当心是那种宗教冲突 所以就没有 但是孩子 就是我们西方的文化 东方和东方文化还是有很多的区别 举个例子 比如说西方他就喜欢把基督 把他就设定一个神 或者说这个叫做我们说的叫做基督 他就主宰着一切 或者说在圣经里面都写到 上帝在第七天就造就了人类 那么人类是从哪里来的 从基督 基督创造了万事万物 对吧 所以我们一遇到困难 我们怎么样啊 我们就绝对我们去找那个基督 我们就去到那个教堂那里去求 这个上帝啊 你要帮我呀 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教徒 就是完完全全把自己依附在这个基督之上 基督之下 所以这个基督呢 你们去看教堂 他从来都是尖尖的 这个建筑物啊 从来都是尖尖尖尖尖尖尖上去 那么他这样起的这个教堂 他起的这个这种建筑文化是什么概念呢 因为他要设定一个基督 他上帝一定要在我们的头上 而且控制着我们人类 他离我们很远很远 所以他在这个教堂里边 我们看到他总是一个尖尖 这么上去的这个形状 但是呢在中国呢 他从是一个儒家文化 或者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道德经也好 什么的好 就是那种佛教理论也好 他通过那个印度那边传过来 以后这个总来说道家也好 儒家文化也好 还有这个佛家 佛教也好 他们推崇了一个理论叫做 佛主在心中 自己就是一个救世主 所以你们去看寺庙 绝对不像这个这里的教堂 起的尖尖高高了 他一定是一个平台 那么这个平台呢 就是告诉你们每个人 所遇到问题 没有人能救你们 只有你们自己救自己 因为你们是佛 佛主在心中 没有人能够帮你们 只有自己帮你们 世界上没有任何救世主 只有自己靠自己 所以呢在这个理论跟西方的理论 是完全不同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道理就是 那么哪一个道理好 哪一个道理不好 我这里不做任何的评论 我想好 肯定有好的 一个事物存在 一定有好和不好 是分 有它存在的理由 肯定有优秀的一面 有不优秀的一面 肯定有了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这样 但作为我来说 我更喜欢中国的那个 道家文化 以及佛家文化 因为他告诉我 修心 学习 一定要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的内心 所以当你修好了自己的这个心 修实上就是个学习 你把这个心修好了 学好了 你很快乐 不是说我今天有衣服 有买了一件新衣服 也不是说我今天住在豪宅 我就快乐 不是这个概念的 也不是说你有多少钱 你就快乐 不是的 而是什么呢 你这个内心要学会 我们说的叫做看破 放下 这个世界 快乐的人 永远是精神富足的人 而不是物质富足的人 记住我的句话 所以 一个人内心 怎样才能 inset 就是怎样才能快乐 那就一定要学会 放下 要看破 要懂得 这些东西 都是属于 按照佛门讲 叫梦幻泡影 这些东西都是 来得很容易去的 也很容易的 比如说一件衣服 我今天买了 我穿一下 可能我放一洗几 洗一下就没了 可能一洗几 也就变形了 所以它来得容易 它去的也很容易的 这种东西 只能说叫做眼前一晃 叫做过眼 烟云 那么世界上 什么东西 都是这样的 那么这些物质的东西 你看透了 看破了 自然你就会 懂得你追求的 应该是一种 灵魂的东西 那么灵魂的美 灵魂的安逸 灵魂的富足 那才是我们 追求的目标 所以呢 希望你们两个人呢 为什么说你们 乐乐贝贝 要做一个 有文化的人 那就是说 懂得很多的东西 然后还要做一个 有价值的人 就是懂得 自己的人生 必须自己去搭理 人就是一辈子 就是几十年 一晃就过 那你怎么做一个 有价值的人 那只要考虑自己的问题 明白我的意思吗 懂啊 懂啊 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 乐乐呢 很快吧 你先 我觉得你下一学期应该 当上课来的时候 你就 你下一学期 如果要上课的时候 你就说 乐乐 陈老师 我已经找准了 我的人生目标 将来我要做什么 好吗 好不好 而不是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喜欢打篮球 对不对 乐乐 很可爱 真的是 我跟你们在一起学习 我也很快乐 因为你们给我带来了很多 精神上的危急 明白了 老师也很谢谢你们 好吗 那行 黄校长还有什么吩咐啊 没有没有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 我也感觉收获很多 跟你 就是我每次听你的课 我们都觉得有些收获 陈老师 真的 就是你的这种 你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含样 其实 就是很厚很厚 然后而且 你的这种表达 也能把你的这种知识 然后表达出来 然后影响别人 我觉得非常好 谢谢我 我仅仅是做了 我应该做的东西而已 不过你这种话 你所说的这些 以前我在国内 我的学生就 给我很多反馈 就是这样 包括我 跟我们校长说 我要走了 我要再见 跟你们再见了 我要去香港 他那个校长 就是我们 那个叫院长 就说 为什么你要这样离开 学生的问题